九十七 星島日報 武漢文澤失火至十九人死傷 2015年7月13日中國A21武漢市漢陽區 梓京家園住宅小區電纜井 前間發生火警,引致一男六女死亡 另有十二人受傷正在醫院接受治療,沒有生命危險 武漢市漢陽區政府昨日向媒體表示 前晚十一時二十七分,警方接到報警 漢陽區梓京家園小區一號樓電纜井起火 消防員於八分鐘後抵達現場 不到二十分鐘將火救息 消防員對失火建築進行逐流排查 再留度歸多現多名因吸入濃煙分島在現場的居民 其中七人被救出後已發現沒有生命反應 死亡原因軍事逃生時吸入濃煙所致 據悉,事發時樓內有一百二十多戶居民 多數居民聽從消防員高音喇叭的指導 或採取正確自救措施 或封閉門窗待在家中,因而無揚 因為… 規劃和封閉門窗地